181 明報 張雲正跳兩級長公務員局連換一個二個工會只罕有 2015年7月22日要問A04上接A32年53歲 政務官奴 出身的海關關長張雲正 則獲委任出任公務員事務局場 其任命連他由D6級首長級第六級關長一職 連條兩級直升公務員事務局場接提因為預計不到的家庭理由懲詞的鄧國威 原先比張雲正高兩級首長級第八級的發展局上任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周達明則評調接任同日退休的公務員事務局上任秘書長王洪超 以未公務員事務局一切過大換班 有公務員工會形容任命安排罕有 至於關長一職 據了解 廣播處長鄧隱光為其中一名接任人選 明報記者管十七萬人梁酬亭 調章未必掌實權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酬亭稱 一個部門連換一歌 二歌 過往事不容許 因總要留下其中一人令工作順利交接 公務員事務局連續換第一 第二把手 加上張雲正連跳兩級 梁酬亭形容有關安排罕有 政府有幾尊重公務員體系 全有很大疑問 他由紫海關關掌屬 管理不足一萬人 一跳跳去管理十七萬公務員 加上張雲正未來要管理掃名 原本 被他高級的常備 有無人服他 最高官員要想 他由紫公務員事務局隨便換兩張 與人感覺該局長是作用不大 政務司長林鄭月娥一直與人感覺是統領十七萬公務員之手 遼日後張雲正未必掌有實權 可能只偽像皮圖章 他説不懷疑張的工作能力 但相關管理經驗雖累積 不能一步登天 由紫現界政府遇下不足兩年任期 攀張的任命不是過度性質 至於作辭任局長的鄧國威 梁酬庭批評他佛線捉塵 欠缺創意 作風保守 對上一次有政務主任跳級出任文責局長 要數曾任權年代的休騰華 休騰華原為D.4 首長級第四級 再處任D.6 首長級第六級的新聞處長時 獲時任特首曾任權邀請加入文責團隊擔任環境局長 當年被形容為左直升機 有別於離開公務員體系出任 局長的休騰華 需脫離公務員加入問責團隊 公務員事務局長因保留公務員的中立 必須由公務員出任 故將做任滿後可返回公務員崗位 空降官長多鄧隱光接任人選之一員官長張雲正作認在優駕 身處海外 其職位由副官長如官興處任 據了解 如作與六大海關公會會面 交代張的去向 但並無宣布誰接任官長一職 指罰 夜 線人員緊守崗位 不要作無謂猜測 等待政府宣布 海關內部青王不接問題嚴重 由1999年起一直由空降出任官長 歷年官場包括現任財政司長曾俊華 王洪超 湯顯明 袁明輝及張雲正 有前線官員指出 張雲正任內厚EM員工溝通 被視為親民派 任內亦加快了內部晉升 受官員歡迎 由指副官長如官興下年初將戒57歲退休之零 除非現任 否則很大可能出現第六個空降官長 影響部門士氣 據了解 同樣留出身的廣播處長 鄧人光或為接任官長的人選之一 如屬實職會牽動誰接任廣播處長主理港台 相信屆時牽起人私任命的爭議 張雲正簡歷年齡53歲簡歷 1983年10月加入政務即是 先後服務於前行政立法兩局非官首議員辦事處 前政務總處 前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辦事處 前全硬涵B 前衛生福利科 前教制儀式統籌處及房屋處點 1998年8月 出任駐新加坡經濟貿易辦事處處處長點 2001年10月 出任公務局副局長 後改清環境運輸及公務局副秘書長 公務點 2006年7月 出任保險業監理專員點 2009年9月 出任由政處長點2011年4月 晉升為首長級甲級政務官點2011年9月 出任海關關掌點2015年7月21日 昨日獲委任為公務員事務局長 接提鄧國貴資料來源 政府新聞處《明報制圖》 評論資料 be代表公務員 出任何評論資料